朴旭俊恋爱了 对话时有韩国娱乐圈相关人士对媒体透露 韩国知名男语言朴旭俊 与拥有154万粉丝的韩国女友活SOOS正在恋爱 两人现在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 到了介绍好友相互认识的结团 而且女方与韩国知名女型IU之间有妙不可言的关系 这下可代表的朴旭CP是彻底破灭了呀 就是说当年谁还没有刻骨朴旭 这里面各种撒糖就算了 剧外的甜蜜对视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这种在对方接受采访时 怒刷存在感的笨蛋情理行为 看起来真的不太聪明诶 但是优点莫名好客 你以为就正 可能对于CP粉来说最垂的莫过于 两人还承认在现实中行动过 当时演技大赏上主持人提问 两位对对方有没有行动的感觉 有过就举右手 只是演戏的话就保持不动 你看看他俩的反应 听到问题本来稍微有些犹豫 但是还是大方的给了主持人反应 最后看到对方也举起手后 也有点羞涩 不管是怕对方尴尬做出的 Misness行为 还是真的如实回答了问题 反正这画面就是很有爱 是吧 真的是舔过的 其实早在去年 中国就有消息传中 朴旭君和这位韩国女网红Sauce正在恋爱 知道中国网友吃瓜快 但能够快出一年 也是真没想到的 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激起来了 朴旭君和Sauce的恋情 早在去年就在中国曝光了 去年7月 全世界最会偶遇的中国网友 再次神通广大 到见证八卦现场 这次是一次朴旭君和女网红逛街 虽然当时这边的po主没有放出照片 但紧接着就各种神奇的网友 扒出来了女方的身份 虽然女方没有追踪朴旭君的爱情 却又追踪朴旭君的弟弟 两人不时会按赞留言互动的 偶遇世界后 朴旭君弟弟就连夜迅速取消点赞所账号 但是当时就不少人怀疑朴旭君与女方的关系 只是后来消息被压下之后就不了了之 没有想到这次又被爆了 当时两个人同有英国的消息一出 立即让大量喜欢朴旭君的粉丝集体崩溃 本以为他俩被中国网友偶遇之后 消息会传到韩国去 没有想到他们到今天才发现 还感叹第一次听说 SOS 怎么2023年了消息还能这么闭塞 吃瓜也不积极吗 而最近随着34岁的演员朴旭君 正在与29岁的歌手SOS 交往的传闻发酵 双方所属涉 含糊其词的回忆后 两人更多的约会证据被爆料 当两个人约会的传闻被公开后 歌手SOS对于演员朴旭君的约会传闻反应谨慎 20日歌手SOS的经纪公司WAVY表示 SOS和朴旭君的恋情是私人的很难确认 而朴旭君的经纪公司此前也表示 演员的私生活可能确认非常抱歉 以往与白正言朴敏英的恋情爆出时 所属者都会明确表态 但这次却含糊其词的避免回答 更是提高了韩国网友们的好奇心 莫得朴旭君和SOS在英国伦敦等约会传闻的消息 也被韩国媒体报道 20日韩国娱乐媒体人李志浩进行了一场命危 朴旭君和YouTubeSOS也扔起 鸡皮疙瘩约会的证据的直播 当时又韩国媒体首次报道了 朴旭君和SOS的恋情传闻 视频中李志浩透露 朴旭君的恋情传闻是从两三个月前就开始流传的 大约一周前就集到了爆料 根据李志浩收到的消息 两个人去年也一同参加了香奈儿设计师 在英国伦敦某餐厅举办的聚会 去年香奈儿官方社交媒体上公开了朴旭君 SOS和郑浩尹的照片 但事实上SOS并非香奈儿的代言人 也与香奈儿没有太大关系 两人却一起同框拍照 朴旭君和SOS还被拍到一起在伦敦逛街 当时两个人穿着同款设计的情侣鞋 甚至有娃娃出 SOS最喜欢的甜品店 还是朴旭君名下大楼一楼的甜甜圈店 上的建设房也偏偏位于朴旭君大楼的地下室 还有SOS当时发布的日期 是朴旭君生日的前一天 朴旭君的非明星弟弟和SOS 在因斯的gram上互相关注 朴旭君的鼠人也关注SOS 而最近拍摄电影梦想的许君心 最近也关注了SOS 还有我要发现 虽然之后SOS的订阅者越来越多 也可能开始收到香奈儿的赞助 但不是何时开始 SOS背上的包包几乎都是香奈儿为主 因此也被推断可能与男友有关 SOS因为朴旭君的好友V的 非我女友Janine 以及Janine的好友郑浩妍都相当亲近 因此两人交往的是 在共同好友中 可以说是众所皆知的事 上个月 SOS曾在instagram上 晒出于Janine的合照 在内文写下 and my sweet girls 并附上花朵符号 Janine在底下回复了 粉红色筹带图案 展现了好交情 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 诶 韩国男明星的归宿 居然是网红 可以说她已经成功上位了 朴旭君已经算是顶级明星了 谁不知道朴旭君的好友是仿旦V 一个网红就能和Janine合影 肯定不能够啊 都是靠着男友朴旭君 不是因为朴旭君 谁会知道她 都不但言湘奈儿 能和朴旭君同框湘奈儿的活动 包包海基本上都是湘奈儿的等等 李志浩说 朴旭君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明星 所以很难公开她的所有个人资料 但是此次 两个人的恋情消息 疑似是从双方经纪人呐外流出来 因此才再度嫌弃讨论 看到这里 想必很多人对这位拿下朴旭君的女友红 Sauce非常好奇吧 那么就跟随柯代表的脚步去看一看吧 Sauce本名为金秀妍 今年29岁 外貌甜美的她 靠着清新独特的歌喉 和某些角度酷似韩国知名女歌手艾佑 在韩国被封为反反反哑 所以配上1.2公分的身高和纤细的身材 于是重度韩国网友的猛中情人 而在成为网红之前 金秀妍曾演员的身份 在韩国演义圈闯荡多年 并且还和阿悠有过合作 在2015年KPS韩剧制作人中 阿悠扮演了超级明星星顶 她是组合粉红私人组的成员 当时Sauce因为出演粉红私人组成员 克里斯蒂一角而广为变质 她饰演的角色是和星顶同组的角色 但因为人气高而吃醋极度 Sauce因冷酷的表情 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 但却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反应 如今她竟然有了反把阿悠的称号 是不是感觉远分很奇妙 另外Sauce在2月曾登上知名漫画家 齐安巴斯的频道 齐安巴斯再见到她本人时 忍不住惊叹 本人真的很魅 其实看到片时还以为是羞土羞很大 本人脸真的很小 我看过很多女艺人 我觉得她没有紧张了 2022年Sauce靠这番唱 Happy Stealth的As It Was 成功在网络上走红 并且与年底被韩国音乐厂牌 WAVY签下 并在2023年以歌手身份发行了 Naked 可惜反响评评 没能够引起外界强烈关注 而且像许多韩国女爱豆一样 Sauce也是将韩国女爱豆 要穿不穿的传达风格 使用的十分显熟 配上极其娇嫩可爱的外貌 性感又迷人 难怪能将朴旭君打架 Sauce不仅在YouTube Ease活动 在微博B站等中国平台 也均有账号 有的停格了 可以说是我红级的老模 而朴旭君 在与她热烈的消息已经曝光 立刻引发韩网热议 除了少量的粉丝留言底之外 大量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她是谁 在网络上很有名猫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哇很漂亮 初次提问 看照片很般配 现在网红博主是大是吗等等 另外 还有网友在女方的社交账号中 找到她与朴旭君 全中好友BlackPink 珍妮的合照 并且合照之后 珍妮的表情也是意味不明 这无意的侧面证实 两个人正在热恋的闯闻 毕竟一位在韩国 名不见证的女网红 想要和珍妮这位大忙人合照 还是有一些些困难的 这是轴力相见吗 虽然不知道 朴旭君和金秀妍 最后能否携手 共进一声 但是通过两人 已经互见彼此好友的行为来看 两人的这场恋爱 无疑是朝着结婚去的 所以今年已经34次的朴旭君 很有可能会很快 开启人生下一个阶段 只能说 如果是真的 那俊男靓女 忠心祝福 对此 大家有什么开发呢 欢迎留言讨论